這恐怕 恐怕所以是這一點出來 我們就 應該是棒棒糖的照片也有幫忙 哪有啊 其實本來長得漂亮就好了啦 不要 落外影再回家 謝謝心靜 這是要直接 今天來下一張 外拍女王紅石的最新立作 女孩有酒瓦拍照超吃香 拍照的時候女生 臉上的酒窩其實是很最好的武器 如果你是要更開那個 其實那個梨窩酒窩 其實會讓你看起來更甜美 更不開 那沒有酒窩的話怎麼辦 那就自己戳 用筆戳 用原子筆一起剁在這裡 就會有一點 你有做過這個事嗎 有 榮家的酒窩速成班即將開課囉 現在下一張 這張照片我看起來的話 他還是有一點不太自然的笑 是因為頭太厚嗎 那個頭髮太厚嗎 不是不是 像他剛剛跟黑天老大在對話那種 聊天那種笑容其實是最真實的 其實你要培養就是在拍照的時候 散發這種真實的笑容 而不是笑出來的笑容 比較職業 所以你要跟我一起去拍照的意思嗎 就旁邊一直逗你就對了 應該說有一些人是從內心笑出來的笑容 應該是會比較自然一點 但是他這張笑我覺得是中間啦 不會讓你覺得很不自然 但是又很自然 就中間我覺得還可以再加強 有進步的空間 對 謝謝洪詩 謝謝 謝謝 來 下一張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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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滿可愛的啊 對不對 他拍出來是還滿可愛的 可是就是也是一樣就是自信度 跟那個自然度要再多一點 看不出來很髒耶 真的 我本來就沒有髒啊 現在滿粉嫩粉嫩的 沒有髒 他還滿粉嫩粉嫩的感覺 對啊 拍照的時候女生 臉上的酒窩其實是很最好的武器 有時候酒窩笑得 你看你現在這個笑容只是淺淺的笑 但是如果你笑得更可愛 那個其實那個梨窩酒窩 其實會讓你看起來更甜美更可愛 那沒有酒窩的話怎麼辦 那就自己戳 用餅戳 有呢 有可以戳的嗎 用原子民一直度在這裡就會有一點 你有做過這個事嗎 有 我看你有沒有 你笑起來有沒有 你有啊 真的耶 我真的是戳出來 真的假的 真的假的 你不要交壞人 拿原子筆這樣戳在這邊 然後不要動 真的假的 就會出來 今年累月 好 謝謝娃娃 謝謝 再下一張 漂亮啦 他哪出列 真的很可愛 他這張照片就是透露出 他眼神告訴我他很可愛這樣子 哇 我覺得眼睛看起來有那種透徹的感覺 有的女生拍照起來眼睛水汪汪的 但有人拍出來天生就是乾色 不知道為什麼 乾顏色啊 又跟他又是 乾色是看得出來的 有有有 眼球開始龜裂有沒有 乾色你太離譜了 你會發現有的人 你看那種比較近拍的那種照片 有的女生眼睛是乾色的 不會有那種反光出來的 但是有的女生天生就是 可能類意比較多 類線比較發達 眼睛水汪汪的 會 除了水汪汪的眼神 還有一個就是 你可以用化妝去彌補 就是眼線 我覺得眼線對一個女生來 非常的重要 應該每一個女生都會畫 不管是自然一點的內眼線 我覺得這是最基本的 好 謝謝 Hanna 以上 我們要選出四位 淘汰四位 雜誌出去 雖然是免費但是 搞砸了自己負責 OK的 自己挑 究竟在八位美媚之中 誰會是最後的Top4呢 馬上一塊回到現場 揭曉最後答案了 好的 世強 今天就要公布了 第一位是 誰 誰 Hanna Hanna請出列 因為她的眼神真的是有那種 透徹的少女的眼神 玻璃 玻璃的感覺 我跟你講她很像那個 上次講過那電影明星叫什麼來的 梅根福克斯 梅根福克斯 有沒有 那種韻味 她年紀現在15歲 我還是蠻想看她卸妝後的樣子 沒差 我跟你講 來 下一位 下一位是 紅獅 真正來挑戰透明尺度的紅獅 為什麼 她的整個妝容還有整個感覺 就是其實還蠻符合透明系 如果今天不要穿這麼透明的衣服 也蠻透明系的啦 她如果適合 她也蠻適合穿 就是比較那種寬鬆 波西米亞風的衣服 我覺得配她的長髮也蠻適合的 確實 榮佳妳也覺得她不錯嗎 是啊 超透明的 我喜歡 也喜歡 接下來第三位 第三位是 翔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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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真的是美女了你 翔翔 她選出來同時我看到 翔翔的臉好像不是很自然 現在不自然了 她一副沒有要恭喜她的那種臉 翔翔最大的武器就是他的牙齒 翔翔 翔 妳這給她們很大的信心耶 你有很多人戴牙套 我都說 我這麼痛苦 然後 未來會怎麼樣 就是這樣 是值得的 måste 會變美 像她剛出來上面的時候 她其實她一直在笑 她的牙齒一直在反光 刺到我的眼睛 腳碰好多 我問你 我問你 你剛才在墨鏡錄影好了 你覺得很喜歡她 接下來最後一位 這五位來講 是誰 那邊靠一點點 哪一位可以錄影 是誰 瑤瑤 為什麼 我覺得她可說力還蠻強的 她其實她可以搞笑 但是她也可以裝 不是裝的 就是表現得很 很有那個專業模特兒的感覺 那些 能理能外的 對 其實她臉部的五官蠻立體的 謝謝 那現在正點了 四個人來講的話 必須要 透明的膚質檢測 對這一關有信心嗎 有 誰最有信心 舉手 在抖他們 很強 妹妹卸妝後的模樣 能透過醉舟的考驗嗎 兩年前的那個夜晚 搖搖的素顏 驚悚出不光 看一下你的臉 而幾天 她將再次震撼群床 反而你不化妝 我覺得還更美 好痛 我不用化妝 我覺得她的皮膚真的是白裡透皮 真的耶 你變了 你怎麼會變那麼多的 大死大地 你不要一直很臭屁這樣 一起來見證 瑤瑤超完美的變身嘛 晉級的這四位妹妹 將進入透明系女孩選拔的最後考驗 四個人來講的話 必須要 對這一關有信心嗎 有 誰最有信心 舉手 在抖他們 很強 這一關要卸妝嗎 有啊 你不是也很勇嗎 可以嗎 那我們就等你卸妝出來 我們再選出最後的兩位了 好不好 馬上進行卸妝 來 透明系女孩當然要擁有 最重要的素顏俏臉 還有水嫩的美肌 所以就要進行最後一關 膚質大紀念 Let's go 緊接著大會兒開始一一卸妝了 到底卸完妝的妹妹們 真實的膚質會是如何 趕快來看看 好的 現在呢 馬上 就要 好好的來看一下 卸妝以後 到底會是怎麼樣一個狀況 我們一個一個看了好不好 好 搶搶先嗎 不要 爆點 爆點 2 1 2 3 有沒有差 小瑋 好像沒有差太多 你會近一點看嗎 黏魚 小瑋老師要近距離 近距離 你可以去touch 摸 摸一下嗎 摸你可以摸 真的嗎 我真的沒動動 他皮膚真的很好耶 真的假的 真的可以摸一下嗎 真的假的 你怕我衛生紙有點多耶 真的假的 卸妝 用衛生紙 對 我覺得他皮膚很好 可是我覺得他沒有化妝呢 他的眼睛有點 往下面 因為呢 他的淚溝這個三角形的地方 比較深一點 所以會讓牽動他往 就是眼睛有點下垂的感覺 這樣下垂不好嗎 其實今年非常流行下垂的 對啊 無辜耶 那種很無辜的感覺 就是有點八字的那種 對 對 不錯 謝謝老師 好 下一個 猶猶準備了 3 2 1 啊 啊